看到現在每天的確診人數 都是創了新高 加上的重症人數 現在也是在新高 我們的醫療量能還能夠撐得住嗎 是不是要拉緊報了 看到昨天本土確診數 雙北就占了將近有六成 而且篩檢陽性率 更是高出了全台平均數 來看到近7天 全國的平均的確診的陽性率 平均值是9.63% 看到其中有一條數狀非常高的 就是新北的部分 新北的7天之內最高的是21.98% 但是台北市雖然7天平均是14.78% 但是就在4月30號這一天 台北市的大篩檢站 七大的篩檢站 檢出來的陽性率是高達了49.2% 也就是說兩個人去篩檢 等於是有一個就是陽性的 而獨物這個專家呢 張明威他就提醒大家 他說如果你是沒有確診的話 或者你沒有疑似的症狀 最近都不要去快篩站 為什麼呢 因為你被感染的機率會是非常的高 台北市國高中上週暫停實體上課 二號終於回到校園 但仍有學生請防疫假 他會傳染給比較年長的家人 在家裡比較安全 請防疫假的同學都大概三到五個 上課學習的我覺得效果打折空 老師學生都擔心疫情在校園擴散 北市有13所學校仍採取線上上課 五月一號台北和新北確診數 仍是全台前兩名 雙北購9944例 佔全台近六成 而且北市篩檢站篩檢陽性率 就有49.2% 正在驚呼數字高的誇張 以現階段來說是一個高風險的地點 49%確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兩個人去篩檢的話 就有一個人是陽性確診 減少把自己暴露在高病毒濃度的環境之下 目前全台PCR陽性率來到9.63% 台北市14.78% 新北最高21.98% 基隆第三高 前台大醫師林勢必認為 盛行率高的縣市要有不同防疫作為 快山陽直接視為確診 陽性率高於10%的地區 可以考慮實行 專家黃高斌認為 本土實際確診數 可能多出檢驗確診數5到10倍 已感染人數 可能上看50萬到100萬人 專家認為 快山陽性等頭確診 若要實施必有完整配套 另外應該檢測抗體 推估潛在社區的黑數 才能更精準防疫 接著向盧如草政人 台北裁縫報導 已經連續四天 但是確診的都是萬例起跳 像是昨天 那麼5月2號 本土是16936例 中重症有47例 那麼來看到 這些都是萬例起跳 接下來每天都會這樣嗎 來看到 醫師潘建智他就認為說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這個成長會非常快的 真的沒有時間了 因為根據這個染疫模型 來做推估 5月26號單日恐怕 就會達到30萬例 所以有幾項的建議 包含建議應該要禁止內用 那麼讓這個給予一個月的補助金 包含了這些餐廳的部分 應該有所補助 還有就是讓小學以下的幼童 採線上上課一個月的時間 當然也應該要提供 顧家的家長的有薪假 同時這些高風險群 或者是年長者 那麼現在應該要在5天之內 給予口服藥 要降低中重症還有死亡率 本土疫情如滾水球半月 滾月大一號新增超過1.6萬例 連4天破萬 其中中重症還增加47例 創新高 根據統計60歲以上 患者已經超過6000人 但目前僅使用828人份口服藥 如果當中有一個落差的話 就是要想辦法把這落差盡量減少 輝瑞口服藥庫存37萬份 僅用600多份 墨沙東5000份僅用了200多份 專家黃立民就表示 口服藥給藥得經過層層同意 很不容易開 目前急診門診都沒有 住院才會開藥 不管是長者或是高危險的人 已經得新冠肺炎確診了 那他該吃藥就應該可以拿得到藥 那至於這個藥怎麼給他呢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要去規劃的事情 單日萬例恐怕還只是起點 醫師潘建制 根據邏輯私地函數模型 假設30%人口感染 預估5月26日確診人數 才會到最高點約30萬人 潘建制提出三大措施 像是高風險病患 伴老人五天內要快速投藥 來降低死亡率 小學幼兒園改線上教學 給家長有薪假一個月 停止聚餐和餐廳內用 不住業者一個月 醫師建議現階段中央 針對疫情熱區先加研防疫措施 降低可能帶來的傷亡人數 藉了李琴 楊宗彦 台北報導 因為莫德納兒童疫苗 從今天開始開打 專家有不同的意見 而且家長也不知道 現在是不是馬上要給小孩打 或者還要等一等 好 我們來看到 如果小孩接受了疫苗之後 有幾種的狀況的話 趕快家長就要將他去送醫 包含了持續發燒48小時 多日連續的頭痛發冷 還有氣喘 暈眩 喉嚨腫 另外還有疑心包炎發症的情況的話 這些都要趕快儘速的送醫 不過專家也認為說 這個潛在的慢性病 有這樣的人的話 應該是要先接種 但5到11歲的小孩 重症率是算比較低的 但是現在包括了 有一些醫生的看法 林口長跟兒童過敏科醫師 葉國偉他就說 這個疫苗是針對成人 可以防範感染 兒童免疫系統是不能做類比的 所以這個疫苗 兒童疫苗 應該是要做人體的試驗 研究的支持 中醫大 包含了中醫的這個醫師 黃高斌他就說了 他說Omicron的迅速擴散 重症住院兒童患者 發現87%是沒有接種的 所以他的建議是說 兒童建議趕快來施打 所以醫生的看法 有的是不太一樣 現在要施打了從6到11歲的兒童 今天最快就要開始 實施打到新冠疫苗 但是有不少家長 現在有一點點考慮 是不是要先暫緩 為什麼 先前都已經簽了同意書 讓孩子打莫德納 但是陳時中就突然又講了說 BNT兒童疫苗也要來了 所以有一些家長聽到之後 趕快改變心意的 緊急又抽單 今天又不打了 還有家長說 因為這個大人對莫德納的 疫苗附作動都已經很大了 何況是小孩 所以有一些家長就打算 先觀望一下 另外像是彰化縣政府的統計 本來要接種莫德納疫苗的學童 有五成 但是這個BNT半導殺出來之後 現在只剩下兩成了 所以包含台北市長 柯文哲也說 這些人他們在冷氣房裡頭看數據 政策搞得第一線人員是 一下前進一下後退 真的是要讓人發瘋 現在連家長都快要受不了 小朋友排排站 等著施打莫德納疫苗 緊張的神情全寫在臉上 醫護人員忙著安撫 和孩童情緒 彰化談前國小 共有10名孩童施打疫苗 由於不少家長得知BNT即將進口 臨時抽單 彰化縣府統計 接種莫德納疫苗的 竟然只剩下兩成 還有家長到學校又改變新意 不讓孩子接種疫苗 換個地點來到屏東 零落國校 原本同意後來又改不同意 為什麼 考慮的是 媽媽說在觀望看看 我們目前是不同意 還是想要觀察一下 其他人施打的狀況 不少家長直言 想先觀望看看 至於高雄的小平國小 校方也準備親音樂 舒緩孩子緊張情勢 學童坐在禮堂內 等待施打疫苗 學童直呼 雖然不怕打針 但難免還是會緊張 桃園大坑國小 校方指出 共有66名學生施打 施打率約42% BNT半路殺出 讓不少家長動搖 改變新意 導致全台各地 永遠抽單潮 記者綜合報導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